儿童配镜验光为什么要先散瞳? 儿童眼睛的结状机调节力强,如果验光时不散大瞳孔,结状机调节作用会影响验光结果的准确性。 所以儿童在进行眼睛验光趋光检查前,通常先在眼内滴入散瞳滴眼液,于使眼睛的结状机完全放松,从而失去调节能力。 然后再进行视网膜剪影和电脑验光,以便更客观准确地检测眼睛的趋光性质与程度。 散瞳眼用制剂又分为长效和短效两种,比如长效散瞳眼用制剂有阿托品眼用凝胶,短效散瞳眼用制剂有副方托比卡按滴眼液。 散瞳期间由于世界模糊家长要看护好孩子,以免碰伤并尽量减少或避免近距离用眼。 散瞳后由于瞳孔变大导致胃光,因避免强光刺激,减少或避免高亮度电子产品的使用。 户外活动时建议使用遮阳帽或佩戴太阳镜。 在使用阿托品凝胶后应注意密切观察,如出现轻微的脸部潮红,头可发热心动过速等不良反应,可少量多次喝水并及时休息。 在症状减轻或消失后可继续按时用药,如发氧红肿结膜充血等过敏反应严重,因立即停药散瞳本身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。 使用散瞳低眼液后所产生的不良反应,瞳孔变大,胃光是进物困难等,都是暂时的可自行恢复。 只是不同药物不同体质恢复的时间不同,无需太过担忧。 需注意散瞳是一种医疗行为,必须在医生严格指导下进行,并排除禁忌症如臂角形青光眼, 捡钱防窄防角等可能诱发掩压增加的情况,才能安全进行。